今年第14号台风摩羯于今天12日23时35分前后登陆浙江温岭沿海附近 登陆后摩羯将深入内陆受其影响 天明天 浙江 安徽 河南等六省将出现强风雨摩羯登陆时强度不强 但恰逢天文大潮期 且降举影响区域较广 国家防总已启动台风次级应急响应 中国气象局 浙江气象局等也启动相应的台风级别 上述地区需做好应对工作 摩羯登陆浙江后期深入安徽沙东23时35分前后 今年第14号台风摩羯登陆至江温岭 登陆时中心风力达时级25米每秒 被强热带风暴级别 中心气压985% 台风登陆后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 影响安徽 河南 山东等等摩羯登陆前 七外围云系已给上海 浙江等的带来强风雨 监测显示 今天白天 浙江北部 上海东部 江苏东南部出现大雨或暴雨 浙江中山渠岛大暴雨 一百二一百二十二毫米 浙江游海出现七到九级阵风 今夜至明天 台风主要影响苏正户和安徽一带 中央气象才预计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江海东部 江南东北部 等的有中道大雨 其中浙江中北部 上海大部 江苏西部 安温大部有大道暴雨 其中 浙江北部 安徽东北部和大别山区 局地有大暴雨一百到二百毫米 江苏东南部 上海 浙江北部等的部分地区游游 八级大风 明天下午 随着摩羯深入内陆 降雨中心转移至河南 山东 苏正户一带归于平静 中央气象才预计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 黄淮中北部 浙江东南部沿海地区 有大道暴雨 其中 河南东北部 山东西部 局地有大暴雨 一百到一百九十毫米 南京和河北的降雨 主要集中在今天晚上到明天 将有中道大雨 郑州的降雨将从十三日晚上开始展开 十四日白天将有大雨 济南则以雷阵雨为主 需要注意的是 十三月至十四日 摩羯可能在河南 安徽 山东交界附近滞留 强降雨持续时间长 需要防范强降雨的不利影响 目前时效较远预报仍有不确定性 当地居民及时关注 最新的预报预警 今年三台风登陆着户卫和平爱华东 这是今年首个登陆浙江的台风 去年无台风登陆 据统计 1949年至2017年 共有四十一个台风登陆至江 其中八月是台风登陆最集中的月份 共有十八个台风登陆 其余月份共有二十三个 今年 台风偏爱华东地区 从七月下旬至今的不到一个月时间里 已有三个台风登陆华东 从历史数据来看 说这湖地区并不算台风的钟爱知道 从1949年至2017年八月底 登陆江正户地区 的台风若有49个 平均每年只有不到一个 与之相比 广东则是台风登陆大户 登陆台风多来166个 年缺两个到三个 今年台风为何偏爱华正户 这一切都是负热带高压 在幕后发挥主导作用 影响我国的台风大多数都生成于西北太平洋 在此区域生成的台风又大多产生于负高的南园 并沿着负高外围移动 当台风位于负高南侧时 会在南侧偏东气流引导下下西走 而今年7月初至8月上旬 负热带高压位置异常偏北 强度偏强 稳定在我国华北 东北 黄华等的上空 华东沿海地区处于其南侧边缘 增加了苏正户中招台风的几率 多地启动应急响应机场发言物预警 为防范台风摩羯的影响 国家防总8月11日16时 启动防释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派出三个工作组吩咐浙江 上海和江苏等省 是协助开展防具防台风工作 中国气象局也于8月11日83时分 启动台风4级应急响应 浙江 上海 江苏等的气象局 也启动不同等级的应急响应 浙江海洋渔业部门 已提前部署海上渔船防台避风工作 要求所有海上作业渔船 于11日18时前回港避风 在当地防止台风警报解除 前一律不得出海 为确保旅客安全 上海三大火车站计划停日 8月12月40趟列车 主要为经沿海铁路 往温州南极一南方向 领据非常准消息 受台风影响 杭州萧山机场 南京路口机场 发布航班延误黄色预警提示 上海浦东和虹桥机场 发布航班延误橙色预警 8月13日 上海终端区预计 2点到12点持续受台风天气影响 通行能力下降50%左右 尽管摩羯登陆是为强热带风暴强度 但台风刚好遇上7月初天文大潮 风、雨、潮三碰头 沿海地区防循海劳的压力比较大 目前正值暑期 在海边游玩的旅客较多 沿海的居民和游客需关注最新信息 遵守警区管理规定和当地应急管理措施 及时撤离 注意安全 后期 台湾深入内陆 摩羯可能的途径山区有千木山区 万南山区 大别山区和浮牛山区等 上述山区需要防板山洪 米石流等次生灾害 民间正值周一 教育也将对早高峰造成一定影响 可提前出门 出行注意安全 不要禁以涉水通行 ZM的也则证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 不代表腾讯新闻客 不代表腾讯新闻客 不代表腾讯新闻客